内娱怪现象 童年戏比成年戏更受观众欢迎 这是天才基本法中23岁的女主林昭熙 这是穿越到11岁身体里的23岁女主林昭熙 能不能让小演员演全剧啊 他们的奥数班日常我可以看100集 这群小演员狠狠打了校园剧的脸 给大人们好薅上了一堂演技课 大家好,我是飘飘 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些小演员们 天才基本法最好看的情节 就是主角小时候参加奥数班那几集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关系背景 有点像哈利波特里的学院之战 主角培之,林昭熙,花卷 约等于格兰分多三巨头 哈利,赫米,博恩 主角团要带领自己的奥数小组 超越死对投资莱特林 成天和他们较劲的张亮小团伙 奥数小组之间每隔几天就要比一次赛 分数垫底的小组就要卷颇盖走人 张亮组的宗旨是天赋为王 组里只收成绩本来就好的人 是不是有纯血统论那位了 而培之,林昭熙这些高分选手呢 策略是和吊车尾的同学互帮互助 没看过的观众可能会问 小孩们无分是本色出演吗 问题是这帮小孩的设定就不是正常孩子 男主培之生理年龄11岁 心理年龄接近你爹 看他的衣柜就知道 一年至少逛乌次海岚之家 Polo山要选最老的蓝色 衬衣扣子永远扣到最上面一颗 老干部都没他保守 唯一一次他穿铜装 为的是 这样穿显年轻 这种话就跟林母后在我面前说自己老了一样 特别献作 培之的小演员是怎么演出少年天才的老成呢 他面对什么事都淡然处之 一副扑克脸 小学生的快乐对他来说太幼稚 但是呢 有两件事能让他的表情灵动起来 一个是数学 数学考试他只拿过满分 你跟他落这个他可不困了 另一个就是女主林昭熙 全聚他为二次激动 一次是以为林昭熙早恋 他吓得站起来花容失色 一次是张亮血口喷人 他站起来为林昭熙出头打架 可以说是一看到林昭熙 他的行动就不跟智商走 如果说培之这个角色的表演难点在于天生的少年老成 那林昭熙就更难演 因为他是从平行世界意外穿过来的 23岁的成年林昭熙 穿到了11岁的自己身上 全地球出了公腾心意 救赎他倒霉 所以他的表情和培之相似 但又有区别 培之看着这帮小屁孩傻乐 是无聊 林昭熙还多一分疲惫和焦虑 烦呢 老娘什么时候能回到成年人的画画世界 但是呢 林昭熙用自己23岁的知识捉弄大人时 眼里还是会闪过一丝孩童的纯真 有的时候觉得活着没有意义 是不是阿姨 你们觉得呢 王胜迪这个延伸转换演得真的好 但牧手手打几分 不是11岁少女的脚侠聪贵 而是23岁大人的童心未名 作为大学生 林昭熙的知识储备 对小学生简直是降位打击 什么巴士博弈啦 亚瑟本杰明和迈克尔谢尔默的新算法啦 整个人就散发出智慧的光芒 不像UP主织知道一键三连理论 看视频要用两个圆圆的东西本价交换 交软 你看裴芝的眼神 她完全陷进去了 这个姐数学这么强 还比自己老成 哪个小学生能抵抗这样一个成熟又聪明的姐 裴芝内心一定在骂喊 姐你是我唯一的姐 但作为高冷学生 她也能很克制 无非就是日常中忍不住多留一姐啦 在她面前不自觉流露出孩子的模样啊 甚至可以为她放弃当男主 同学们认为林昭熙是当之无愧的贺民 裴芝就说 比起哈利 她更想当罗恩 为什么 因为罗恩最后和贺民结婚啦 渴死谁啦 渴死我啦 这不比那些成天不上克制恋爱的校园最好看 而且主角团里还有一个角色 比裴芝和林昭熙更难演 那就是花卷 花卷是和林昭熙一起从平行世界穿过来的 在那个世界里 她是成年人大明星即将 在这个世界里 她是身体式小孩 头脑比小孩更中二的花卷 承包了我99%的笑点 花卷的小演员要演出一个中二病大人的状态 这个中二 还要和普通小孩的中二做出区别 比如她给裴芝唱自己当明星时的主打歌 唱完还捏捏裴芝小脸夸她可爱 你们真的兄弟 AKA所才说 唱跳乐器家演戏 目击名字有两个 酷比死个儿吧 真可爱 花卷 你搞清楚形式 在座三个人只有你最幼稚好吗 平昭熙让花卷想办法穿回原来的世界 她就真的想靠意念发动穿越 穿梭时空 穿梭时空 你看啊 她念完穿梭时空 她慢慢睁开眼睛 小心把梁四周 小孩和大人的中二有什么区别 对比一下同样11岁的张亮就知道了 但花卷也有她小大人的一面 虽然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 该出主意的时候只会捧根 但一遇到人情事故 就到了她的主场 比如班主任的儿子想去告密 说林昭熙和花卷早恋 花卷三两句话就用手段把她拿下 那就是送礼物 送的还是那个年代最宝贵的礼物 芳文三的专辑 窗外的肖邦 真的是大手笔 这怎么说也得要20块钱 对那时的小学生来说不便宜了 说回正题 我觉得天才基本法小学部分好看 除了三个小演员各自的表现 最主要也得益于这段剧情本身好 小学的戏份总体是最还原原著的 没有瞎改什么感情线 光是伙伴之间的情感羁绊 就已经足够动人 主角团为了完成老师的严苛挑战 接力答题考试 林昭熙用30分钟答完题 和裴之机长接力 她盯着裴之的背影直到消失 才放心地笑了 在林昭熙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没质问她 我能再来一次你的手 他们的小组靠努力实现了逆袭 所有人一起激动地敲响桌面 这一刻他们之间的友爱和羁绊 就是最佳的演技率界 但这不等于小演员们自身就没演技 比如演裴之的林子叶 剧里看上去是天才霸总 其实她在剧组很鬼马搞笑 日常就是乱用武官 还模仿导演雷佳音 一看就经过细性的观察 但在剧里 她把老成内敛的裴之 为表性控制得很好 眼花卷的傅伯寒 十岁演了十多部作品 但不同角色之间性格都不一样 这两个小演员 可能大家听起来陌生 王胜迪应该很多人有影响 她在隐秘的角落里演普普 普普常年和哥哥流浪街头 她对陌生成年人 有强烈的防徽和安全感 虽然普普和林昭熙发型相似 眼神却完全是另一个人 观众根本不会搞混这两个角色 防演说选王胜迪出演普普 看中的是她出色的共情能力 世系时没有任何辅助 她就完全进入角色 和剧里的朱朝阳产生共情 今天这期视频 我也并不想捧杀这群小演员多有天赋 毕竟如果他们长大后 仍然想从事这个行业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时候的灵光一线 长大后需要留更多汗水来维持 就像剧里陪志和林昭熙带的小组 只靠扎扎实实的努力 打败了对面的天赋组 小演员们也不是天生就会演戏 还是那隐秘的角落举例 演炎凉的水同源 一开始演落水昏迷醒来 猛的一下就坐起来了 演对手戏的王景春告诉他 温厥的人不会这样一下子起来 表演不能只演结果 小演员们人生越历险 也是靠学习和琢磨才能交出好的镜头 许多影视作品点 演父母的中年老年演员 演得比主角好 那也就罢了 毕竟比主角们多几十年经验 可是连小孩都演得比大人好 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演好一场戏 也许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借口 好了我是飘飘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想看更多娱乐影视人物的分析 记得点个关注